带状炮诊案例 阿明25岁,驻美国沙迦缅度 2014年12月2号,前胸开始出现红斑河水炮 一群一群长在一起,看来像一串猪,又像一条蛇 肿痛传到后背,经医生诊断为生蛇带状炮诊 告知必须要吃药打针,并要家人打预防针,避免感染 母亲并让她服用白花蛇蛇草来清热解毒 结果红疹部位更痒更痛,像火烧一样 经人介绍到当地推广点,用原始点方法 先温敷一小时,再按推头部及背部 再继续温敷一小时,喝姜水约200cc 主妇回家,暂不喝饮料开水,必吃寒凉食物 要求做到24小时温敷,仅仅两天就明显改善 胸脊背部带状炮疹明显消退,不再肿痛 12月2日上午,因为很痛,立刻温敷按推,忘了拍摄 第一次失作完后才拍摄 12月3日按推前 12月3日按推后已明显改善,不再肿胀疼痛 回家持续温敷并喝姜水,第二天已有改善 12月4日,第三次按推完,已完全没有肿痛的感觉 12月5日,第四次按推后 第一天,第四天 第一天,第四天 开心地感谢分享